其实这件事情我并不是都没有在做 我有在做 我有在做 我从今年的三四月 我真的委托非常多人 我在找这个阿嬷 网红凤梨 吴红毅 今年靠直播走红 凤梨过去曾假冒检察官诈骗一名阿嬷47万元一事 黑历史不断被爆出 凤梨五月再次道歉 坦言该世依然是自己心中一道阴影 并感叹被他二代讲成这样 凤梨曾透露阿嬷已辞世 经23日他晒出跟阿嬷上香画面 凤梨强调从今年三月起 动用大批人脉要追查阿嬷家人的下落 但他没有特别去提 因为觉得这件事情还没有处理得很圆满 而如今真的找到了 凤梨表示 也算是了却了一个心愿 还是会有很多人 要将我的一些事情放大 放大来检视 那至于大家最care的 就是在我18 18、19岁的时候吧 的这个诈骗案 判决书基本上它是公开透明的 大家都可以去审视查阅 我的判决书上面 或许我不是主谋 但我确实就是其中一个共犯 那在当时 在当时虽然 我的家人也有跟这位阿嬷跟阿公 有登门 亲自登门 拜访 然后致歉 甚至包了红包 我也因为此案 我入狱服刑 但是我认为 在网红的这个身份的时候 我确实是应该接受审视 而且社会也会认为说 诶 凤梨你去服刑完毕了 可是 人家被害人的家属 这个是一辈子的事情 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这件事情 我并不是都没有在做 我有在做 我有在做 我从今年的三四月 我真的委托非常多人 我在找这个阿嬷 我在找这个阿嬷 的家人 那为什么我一直没有提出来报告 是因为 我这件事情我还没有处理得非常圆满 我希望等我整个处理圆满之后 我去致歉了 我跟人家达成和解 我什么东西我都做完了 我再跟各位讲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所以才会停滞了这几个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大家都会一直问我说 诶 凤梨 阿嬷那个你有跟人家道歉了吗 阿嬷怎么样 我不是没有去找 我有找 我找到的时候我自然会去讲 我觉得凤梨在我心中 就是真的是小弟中的小弟 但他每次在那边吹捧什么 他什么凤梨数数十九点五 我就不屑一顾 我就转头去看我们家想象 十九点五公分不含头 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说的 我们家想象 都没有出来说自己十九点五不含头了 为什么 因为真正的强者 就不用自己出来讲 真正的强者就是用过 都说好 诚意开战凤梨小弟中的小弟 十九点五比不上裸之神 昨天八九之夜真的太精彩了 非常想要跟大家聊八家雄 OMG 我觉得凤梨在我心中 就是真的是小弟中的小弟 网红成衣站立直点满 这回刻的不是三斤鸡排 而是三斤凤梨 新战线被挑中的对手是凤梨叔叔 29号成衣碰文透露 很多人问他对凤梨的看法 他表示并不是不能给更生人机会 重点是有没有改股自新 什么呀 就更生人 哈 抵达站场的凤梨留言 你不懂事情前后 不必要为了流量在那里有的没的 我不是公众人物不需要让你讲一堆 网红是不是公众人物 网红当然是公众人物 公众人物可受公平 公众人物今天你赚取公众财 但是你却当要承担任何责任的时候 你出来说 我不是公众人物 我只是一个生意人 只是一个商人 你是不是敢做不敢当啊 我看不起89就是这一点 敢做不敢当 我明明就是在他质疑他说 他诈骗阿嬷47万 所以到底还阿嬷没 再来就是说他在被警察抓 然后已经被警察官起诉的时候 他在法庭上他的抗辩是说 他被警察不当讯问 所以他抗辩说没有证据能力 结果后来调出那个警察在做笔录的画面的时候 发现谈笑风生啊这种画面非常的和谐 非常的美好啊 那所以凤梨跟警察道歉了吗 这就是我两个问题 我真的非常的荣幸能够得到 五简座亲自立临指导 他就说 乖一点 你是社会上有读书的人 做好你该做的事 不要像文貌印象跟风 我公司在嘉义随便谷歌都有 有空来泡茶 我来跟大家讲一下 如何第一次 浪子回头金盆洗手就上手 就是做公益 他捐钱就像是买赎罪券一样 他跟你说他现在有捐钱 这些人就会觉得 他就是爱台湾啊 爱台湾你 你敢嘴你敢嘴 台湾价值你敢嘴 但是他究竟捐了多少钱 他捐到哪里 永远不清不楚 他每天在那边吹捧什么 他什么凤梨叔叔 19.5我就不屑一顾 我就转头去看我们家翔翔 19.5公分不含头 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说的 我们家翔翔 都没有出来说自己19.5不含头了 为什么 因为真正的强者 是不用自己出来讲 真正的强者就是用过 都说好 你看一下旗下唯一女艺人 骑这么久 表示一定是用过就说好 翔翔就是一枝独秀 我们家翔翔就是棒 翔翔 我愿意当你一辈子不祥的女人 今天罗志祥都没有出来说我在撑 你们没有资格 凤鼠尊还私讯我 然后还说 三晶怡 下次强一点 不要小弄弄 王菲我觉得你很厉害 所以到底什么是小弄弄 到底是要跟我调情呢 还是说三晶怡 下次强一点 不要只有小弄弄 请你大弄弄 那我要努力大弄弄 我现在不就要大弄弄你了吗 外表这个东西要攻击 我真的也没有意义 因为我的漂亮是摆在那边 事实就是摆在那边 八角真的很弱欸 八角真的要加油啦 我每次看到你们在骂我的点 我都觉得说 你要骂我 你要酸我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好笑 那你知道好笑的前提是什么吗 要读书 因为你不读书 你讲什么都不好笑 你不读书 整天只会讲性器官 只会讲XX 人生哪里好笑 叔叔五年前在说话就是这样啊 叔叔本来就是这样子啦 但是人家说的也是对的啦 你敢听我的意思吗 Lirifor你是八九或是三斤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别 白天不懂夜的黑 我不懂你的唇 如果你真的要约我泡茶的话 我们要聊些什么 你哪有应欢迎来泡茶